好 各位媽媽們 您是不是準備要出去買菜了呢 來看到這三台啊 之前的這樣的一個預期心理 是不是讓菜價已經漲了呢 連線記者羅沛宇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大家早算 颱風已經逐漸影響了南部地區 連帶讓菜價呢 可能是有點上漲 不過呢 其實今天來到市場走一遭 發現呢 其實漲價比較多的 還是屬於這個菜業類 像是這個地瓜葉呢 還有這個青江菜 這些菜業類呢 都是從20塊漲到23到25元之間 不過呢 其實除了昨天有一點小漲價之外呢 今天來到市場呢 其實呢 很多菜價都已經 已經沒有在漲價 已經回到原本的價錢 我們來看一下老闆怎麼說 老闆早安 今天這個菜價怎麼樣 長得比較多的是哪一種種類 最主要昨天產地有稍微有下營 那個月菜類 稍微有漲個一兩層 其他的花果類的話 比起前一個交易率 都有稍微回抵一些 最主要那個大宗蔬菜 像高麗菜的話 比昨天還回抵 所以今天的價錢 以價錢來講的話 普遍性都有回抵 那供應有正常 供應正常 消費者買的 買氣的話也蠻熱的 謝謝 我可以聽到的老闆今天是講說 像是昨天有稍微漲價的 這個高麗菜還有苦瓜呢 其實今天都回到原本的價錢 像是高麗菜一台金是20元 苦瓜一台金是22元 而今天的供應也是相當的正常哦 所以提醒呢 民眾要出門買菜之前 其實不需要太擔心了 因為今天的菜價呢 其實都已經回到正常的價位了 好的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把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哦